本身是繁星年的愛用者 它有不同的系列可以讓我在不同的時間做很多深層的保養 但確實像妳說的一樣 我朋友一知道就說天啊快點我喜歡這個任務專業 快點就幫我爭取 我就說你排隊因為我自己也要用 對為什麼我會這樣特別問榮軒這個問題 原因是因為去年我在主持他們這個全新推出的任務專業 我帶回去了這個黃色跟綠色 我直接帶回兩隻 沒想到你知道大貨後 後來我買了一整箱 然後很多的朋友們都會很期待說 送禮要送到人家心裡 像我自己啊就會覺得說 保養一定要從日常生活做起 因為你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跟人家有近距離的接觸 對 肢體接觸 你不知道說會不會今天碰到一個心理的對象 它靠你好近喔 但是你卻沒有把日常的肌肉保養做好 這樣就會很可惜 在日常肌肉保養很重要 我就會不管是在任何 像是很多時候等一下會再跟大家分享 怎樣去使用這些產品 對 我除了肌肉保養 在身體這個部分 它細節都做得非常好之外 重點是在 跟另外一半相處的時候 你用了很多 其實我以前會覺得說 談戀愛就是要無時無刻把對象放在心裡面的感覺 是 後來發現說 身邊有一個我很愛的男人 他的怎麼樣去維持他的那個戀愛的感覺 一直都這麼新鮮 是 就是任爸 對 我發現呢他跟我媽之間的關係是負面負面 會給一些彼此的空間 對 所以我就發現說 原來負面負面負面 才是維持戀愛 一直很熱 一直很熱的感覺 對 最重要的一個關鍵 對 那像我自己就是使用了 呃 凡士林的專業修護潤飲品之後 發現他負面負面 然後又加上是兩倍的保濕 就會讓我覺得很喜歡 然後就有一種愛上他跟他談戀愛的感覺 對 因為我從這邊講過來好了 因為其實不同的時間點 真的要選對的產品 不然就怎麼樣保養都會覺得 好像有點突勞武功的感覺 那像是最旁邊這一支 凡士林專業修護潤膚庫 像我都會覺得說 像之前是季節變換的時候 對 很容易會肌膚乾燥 那當你發現自己乾燥的時候 其實已經有點來不及了 所以就要趕快去用這個 他可以兩倍的保濕 讓你迅速的補充 給肌膚的疲忍 是 對 黃色的這一支 黃色這一支呢 像是我會在洗完澡之後 毛細孔都是打開的情況下 就快速的噴上它 就會有一種加速保濕 把它的燕麥的保濕分子 全部都鎖在肌膚裡的感覺 是 對 像這個蘆薈舒緩 熱呼噴霧呢 就是像上個禮拜 我去跑路跑的時候 其實中間有一段時間 太陽很大 對 就是曬完太陽之後 我一定會用蘆薈來舒緩我的肌膚這樣 那這個全新的 我一看到它我就崩潰了 是 因為太可愛 從都不能把可可的味道 就是 放在 噴霧裡面 這樣 那其實它的可可風味 真的有巧克力的感覺 對 所以噴起來就是覺得幾乎甜甜的 心裡面也就甜甜 對